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矫正跟教育之间 所以关于少年矫正教育的问题 其实他就点出了 这个主题就点出了 有两个观念的问题 一个是到底我们是要以矫正为主 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一般的少年矫正的 目前的食物的类型大概有两种 少年矫正机构大概有两种 一种是少府院 少年服务院 服务院 那他里面的工作的人士 大概都是矫正系统出身的 他是采取所谓的补校的制度 那另外一种叫做少年矫正学校 矫正学校 那里面的工作的人员 大概就是分成有矫正系统出身的 还有教育系统出身的 矫正系统可以介绍 教育系统我们知道就是教育 那矫正系统大概就是 譬如说是 他比较会偏重在 譬如说大部分的成员都是警大出身的 警务系统出身的 那当然他比如说他有接户的问题 那怎么样去矫正你的习性的问题 那我们一般在讲矫正的时候 其实跟教育 他的目的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会说在这个少年矫直跟教育 两个观念其实一直在拉扯 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说两个你到底是要矫直他为优先 还是教育他为优先 那你对 就是说你对他的方式跟态度 可能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在警务系统本身的教育内容里面 没有教育的这个概念 不能这样说 假设我们现在假设现在的矫正机关 不管你称他为服务院或矫正学校 他看起来就应该是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狱卒 一种就是导师 这样讲比较简化 对就简化 当然也有其他的 那这个狱卒的养成教育里面 难道没有教育的内容吗 不能说完全没有 我现在讲的只是说 当然成员的本身 成员的来源本身是一种判断的方式 那还有一个是他们偏重的 因为即便你是教育出身 有时候你也会偏重 觉得矫正是比较重要的 跟出身不见的 大部分什么出身会决定你的想法 哪一个比较重要 但是也不全然近视 只是方便大家理解而已 那因为你是哪一个为重 你就会设计的课程 你的主欲的方式 可能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看起来矫正系统出身的 就是管生活教育 管理管组织 简单讲会比较 教育系统出身的就管上课 不是这样分 而是说他现在讲的 这一篇文章的重点是 有一个第一个是观念的问题 那我们常在这两个想法里面 拉扯 拉扯就是说 等于是说简单讲 一个要严苛一点 一个就是我们要比较教育他 比较导引他 那这两个观念 其实在我们的矫正系统里面 常常在拉扯 但是他这篇文章里面提出来一个重点 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除了这两种概念之外 他觉得我们如果去学习 譬如说他举的是美国的一个机构 为例那这个机构的话 他是在研究这个矫正教育的机构 那他提出了一个叫做整合取境 整合取境就是说除了刚提到的 他可能有需要一些角质或传统的角质 或者教育的想法之外 其实他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 这个approach 就是说取境 是比较重取境 取法取境 取境对 境就是道路的意思 对对对对 所以英文叫approach approach 对就是有方法 我比较白话的讲 就是有哪些方法 一个整合方法 对 譬如说他里面应该有技职 就是工作 比较是工作的 还有特殊教育的 特殊教育的 因为其实有时候在这些机构里面 其实需要一些特殊的教育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社会跟情绪 社会情绪的能力 社会情绪的能力 我们一般的比较 泛泛来讲 就是说你怎么跟 你怎么跟社会互动 怎么跟人群互动 那这个其实在 人际关系 譬如说用更白话来讲 比较是人际关系的培养 跟训练跟互动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 这现行的 不管你是 我刚提到 你是比较矫致的 或者是比较教育的 这两个观念里面 其实都是比较缺乏的 我想知道的是现状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这位研究人员 应该是林伟廷 对 他所提出来的这种 整合取经的 我们等会再说 我们就现况来看 之所以会有偏重于矫正 和偏重于教育 在现况里面 是因为 的确他就是 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人 来处理这些个 这些个少年受关乎的孩子 是吧 对 也就是他们的背景 也反映出原先 我们司法机关 在矫致这件事情 所涉及到的 二元 对 达了 要不就好好管施你 对 对 对 生活上面 严厉的教育 约束着你 对对对 另外一个 就是给你 你像外面普通的教育一样的 这种志士寻陶 对吧 对对zte 那現在所謂的整合取勁多了什麼東西 特教技職以及剛剛你說的社會情緒能力 那他安排的課程就會變得不一樣 尤其你如果是要著重他人際關係 社會人際關係的訓練的話 他主要講的是說 因為他裡面文章裡面提出一個很有趣的 你去看那個表格 其實我們早期的 你去看他大概就是上課下課 他的表格他的每天的作息時間表 譬如說他這邊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學生的作息時間表 大概上午就是上四堂課 下午上三堂課 第八節是基本教練 基本教練是軍事方式 所以你大概可以想像他的上課方式 尤其是男生你有當過兵大概就知道 大概就是上課下課上課下課 很自私的上課下課 可是他們9點10分就睡覺 盥洗準備就寝 9點10分睡到第二天早上6點50 睡眠很好 我不太知道他表定是這樣 他是準備就寝 那實際就寝是極限不太知道 可是這個就很像 就是軍事管理 對你第一個想像就是軍事管理 那軍事管理美其名就是說他這個管理方式 他其實比較偏向於 講的好聽是矯正 講的比較不好聽就是說 他其實比較偏重於介護安全 介護安全就是說我有什麼課 我有什麼經費什麼資源 或是找什麼老師來上什麼課 那你不要出問題就好了 那你就乖乖的上課 所以我說其實真的會影響 就是說這個少年角質教育環境 會影響其實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觀念的問題 觀念問題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你到底是要比較偏重角質教育 還是這種整合性的取境 特別是在社會溝通跟關係 還要提供一些特殊教育 這個是觀念性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取決其實是資源的問題 因為這些想法 尤其是對於少年來說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 除了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但是我相信絕大部分都覺得 這是一個蠻好的一個發展的方向 可是我注意到 這個也就用105學年度的 學生作息時間表來觀察 對 現行的很大的麻煩 你不覺得嗎 真正的問題不是在剛剛講的觀念 你看他5點半到7點 是洗澡洗衣 那當然很短的時間了 主要是觀賞電視 然後20點到21點也是觀賞電視 有那麼長的時間觀賞電視 電視那麼爛 這孩子不是不是壞了嗎 我不知道他看什麼電視 應該在觀賞電視應該就是休息嘛 所以我才說 有一個資源的問題 我覺得 觀賞電視 你讓他去看那些名嘴 不是學的更壞嗎 我不太確定他沒有辦法看名嘴 只是說 他的重點其實是在於他的 這些上課下課的內容 教育的內容 他比較在意的是這些事情 那我剛提到的就是說 除了他的內容應該要有一些加強之外 譬如說因為主要是怎麼樣融入社會的這個情緒性的技巧 這部分是我們比較淺缺的 事實上我們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因為早期其實就是把它當成像成年犯一樣處理嘛 你犯錯了 透過司法系統 我就是要把你關進去 然後給你一個教訓也好 給你一個警惕也好 那你在我們最想當然而的想法就是 反正你在裡面管理症 你就得到教訓 你出來就變好了 但是事情往往沒那麼簡單 因為他們通常 通常 絕大部分都是可能是 真的他本來的家庭就有些問題 那通常絕大部分都是 家庭的問題也都是因為經濟的問題 所以他們本來的資源就比較缺乏 所以他們需要的 其實可能是更強的一些教育上面的支持 那教育上面的支持 如果你的想法比較 跟傳統的想法 軍事教育也好 還是我們傳統這種學校教育 技術 技術的這種知性的教育 如果你還是只是偏重在這邊的話 他裡面提出來一個重點 就是這樣是遠遠不足的 因為他需要的可能 這些人如果是家庭本來有問題 經濟本來有問題 通常他的教育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需要一些特殊教育 所以你必須要給他一些特殊教育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他 因為還很小 少年你希望他能夠回到社會 但是他怎麼跟社會銜接 這個是重要的 所以除了這個在裡面的 在這個機構裡面的教育問題之外 其實你還同時要規劃 怎麼樣納入家庭 怎麼樣納入家庭一起工作 所以他提出的不只是那個環節 就不僅限於機構裡面 他的概念除了我剛講的 教育內容要擴充 那這個所謂的矯正機構的這個工作 也不限於機構內 我們在現行的這種關乎的制度底下 是 應該已經早就察覺到 這中間有一個很複雜的狀態 比如說13歲的15歲的17歲 他應該有分靈 可是每個人會待的時間的長短 也不因為說年紀越小 待的就越短 他的變數變相就更大 是沒錯 那怎麼去設計一個 加上你又說的這麼多比較新的教養內容 是啊 所以我說有兩個嘛 一個是你要先有這些想法 簡單來講你先要有這些idea 你才有辦法去設計這些東西嘛 是 那另外就是其實就是要資源 那資源的話 其實我覺得會牽涉到 社會大眾對這件事情的支持度 因為如果大家覺得這些人 就是反正我們就是把他丟到 繳之所裡面去 這個機構裡面去 反正這些少年犯錯了 做錯了嘛 就把他丟進去 那我們的資源 不應該也不願意 投出這麼多資源在裡面的話 那其實我們就必須 我們必須要很坦然的面對一個問題 這些人少年 早晚都會回到社會裡面 那回到社會裡面 你是希望他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融入社會裡面 還是進進出出 那這個其實對於社會的後續 我們可能要付出的代價 可能反而是大的 所以資源的問題牽涉到 我們是不是願意投注 還是說大眾願不願意去支持 你的意思就是說 給更多的經費 是啊 而且是要一種統合性的 每一個部門他可能需要負責的部門是不太一樣 譬如說我很簡單的講 這裡面至少牽涉到 教證署 法國部的教證署 那可能牽涉到衛福部 一定會牽涉到教育部 那這些部 他們有他們自己專長的地方 然後甚至於回到社區的時候 怎麼樣跟社區的這些 一些機構怎麼樣連結 還有一個是怎麼樣家庭 那這個跟衛福部跟社工 可能都還有一些關係 所以在他們在機構內接受 角質或者是教育的同時 他們要回到社會的時候 應該是教育 應該是家庭 如果他們家庭功能還算OK的話 家庭也要一起進來 然後在社區也要一起進來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整個的儲域計畫 而且應該是要儲域計畫的一部分 而且他最麻煩的地方 為什麼我說他比較耗費資源 就是說這個儲域計畫 是每一個每一個 可能都不太一樣 而不是一個制式的 那這個想法其實就跟我們之前 對於這種角質機關 或者是這種角質機構的想法 學校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的學校我們的機構 向來都是制式化 但是事實上這些少年需要的 可能是個別化 個別化的不同的這種儲域計畫 你剛講的這些都是綱領跟觀念 對 可是我看到這一份報告裡面 還有一個有趣的就是 除了台灣現行的 這種角質學校的學生作息表之外 他給我們一個參考 這個參考的資料是密蘇里 美國密蘇里州的少年矯正機構的作息表 對 可以稍稍彈一彈吧 你看到那個設計 我看到了 比如說他們是八點鐘起床 對 這比我們早晚一點點 小時候十分鐘 嗯嗯 但是他是九點鐘就寝 呃九點到九點半就寝 可是還有彈性 對 對不對 對 換言之 就一般熄燈 熄燈 嗯嗯 熄燈以後就沒轍了 但是他八點鐘就可以睡覺了 他 你看他這邊特別講說準 就是可以 淋浴可以 可以打電話 你可以自由的活動 然後你可以淋浴 你也可以準備去救情 嗯 就是說他基本上是一個自由的時間 是 而且這中間還有好幾個時段 包括了年輕人的這個聚會 嗯嗯 是吧 嗯嗯 就是青少年彼此分享 嗯 我們現在很喜歡用分享 嗯嗯 Sharing 是吧嗯 生理啊 心理的情緒上的感受啦 彼此的狀態目標 或者是相互鼓勵等等 嗯嗯 這個group meeting 他裡面 這個就是應該剛才說的 社會情緒能力的發展 對 因為呃 剛講的除了在機構內 機構外當然也是重要 但是他裡面的作息表有兩個時段 就是你必須要在機構內就培養這種 跟團體互動的能力 嗯 嗯嗯 那其實就是融入群體的能力 以及你在群體互動的 互動的時候 那你可能 會情緒控制 不好 還是跟人家起衝突 是 那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在機構內其實是很重視這種 以團體等於是說裡面就是一個小社會 我們常這樣講 機構內就是一個小社會嘛 嗯 那你在小社會裡面怎麼跟人家互動 你如果互動的好 遇到衝突的時候怎麼解決 你自己情緒沒辦法克制的時候怎麼克制 那你回到 社會的時候我們就比較期待你能夠 等一下 同樣的去處理 可是在密蘇里的模式裡面 嗯 一個很重要關鍵性的因素是 不應該只有一部分的老師有能力協助 少年來強化他的社會情緒 是 能力發展 嗯 應該所有的這個機構人員 都要在這方面有有有一定程度的培訓 如果是這樣的話 嗯 那不是要到一百年以後嗎 所以我說了這個觀念的改變 其實不是一瞬間的了 我們我們 你不要說你不要說在角質機構裡面 你現在連角質機構的角質人員 都要接受全新的教育 然後在我們目前現有的教育機制 跟跟這個學校包括各種學程 他不見得有這個課程 沒錯沒錯 我覺得不是不可能 而是那個想法跟觀念 如果可以改變過來的話 那或者說我們的政策 朝那個方向制定的話 我覺得大家自然就去調整自己的想法 調整自己的觀念 然後在資源也配置進去的話 我覺得大家會往那個方向去調整 不是不願意的 因為因為你一直你要知道 其實你一直很高壓的管理 管制壓制其實是很辛苦的 那個對檢索人員其實壓力也很大 嗯 也不是一個很輕鬆的事情 那你如果是能夠 因為我剛剛說的 那我們 你說觀念改變改變 我一聽我觀念的改變好不好 可是在實務上不可能 你現在有哪一個檢索人員 願意或者是有能力去接受 剛才講的諮詢或諮商 或者是這個社會參與的那些課程 他要參與多久 他才能夠內化到 他可以去為 檢索裡面必須被關護 必須被矯直的少年 是啊是啊 你講得很好啊 所以文章裡面最後不是有提出幾個 可能的一剛開始的做法 第一個我們要來 就是說大家應該一起來 尤其是機構內的人 應該是要來設定一個共同的目標 這個是需要被討論的 需要被討論就是說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觀念溝通的過程 我們到底是 以少年為核心 大家我們想要協助少年改變什麼 之後不要讓他再犯 要重建他的家庭支持系統 希望他可以就業 希望他可以就學 那這些觀念其實是需要大家 一起來討論 然後來分工 你自己覺得說 我們的共同目標到底是什麼 然後再從你想要達到的結果 回過頭來檢視 那我們現在在裡面的工作 譬如說有人是負責介護工作 有人負責教育工作 有人是負責他在離開這個機構之後 的這種我剛講的銜接的工作 以目前我看到的就是硬性的介護工作 軟性的介護工作 就這兩個工作 你講的是現實的狀況 所以大家到後面 我們還會提出一些問題 比如說報告裡面也提到 有相當高比例的這些孩子 少年人 他經歷過這種各種打擊 包括虐待 忽略 還有相互的暴力 光這些就也需要大量的專家 你也不能說 我把現在的介護人員 調出去收幾個禮拜訓 他回來就可以處理這個 不可能 當然 所以你總是要開始做一些什麼事 而不能只是說客觀上很困難 那我當然知道很困難 第一批可能成為夠資格的介護兼教育人員 現在可能已經出生了 已經出生了還是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個話題 剛才那個還要最後下一點結論 我認為 你認為 這個在觀念上來說 少年矯正教育受到重視 而且有新的觀念的注入 除了角質和教育這兩個大端之外 中間找到很多灰色的地帶 並且有確切可行的領域 包括如何去從事特教 包括社會與情緒教育的配備 這些都是好的 但是整個來說 如果說現在就要開始做了 我覺得 這是一個蠻空談的 不容易 很空談的 因為觀念容易溝通 實物呢 資源嗎 你說的是資源嗎 整體的人力資源沒有 一個都沒有 你可以這樣說 我在學校裡面 再多講一句好了 我在學校裡面 有時候演講的時候法制教育 我常跟老師這樣互相勉勵 因為老師其實有時候很辛苦 這跟我們的一種分配正義關有關 到底是需要的人要給他多一點 還是優秀的人要給他多一點 譬如說打棒球來講好了 到底是厲害的人要讓他多上場 還是說需要磨練的人 比較差的人需要磨練的人 要給他多一些上場的機會 那這個會取決於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目的如果是為了要求勝的話 當然能力好的 小朋友你讓他多上場 你的目的如果是為了教育的話 可能反過來 所以如果一個小朋友 他的家庭功能失去 比較喪失還是比較不髒的話 功能比較不髒的話 其實老師相對來講 扮演的另外一個重要角色 那老師常常覺得很吃力 我必須坦白說真的是這樣 那老師覺得很吃力 有時候我們當然都喜歡 乖巧聽話 上金用功的孩子嘛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反而是另外一群人 比較不怪的人 他比較需要得到老師多一點的關注 你這個比喻 我倒想要反而很正直 很正直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 選太爛人來當政 那就是因為我們需要 讓大家都受到教育 這比喻怪怪的 我在講老師 老師在對學 那如果老師 就是說學校這一道的 社會防線 又很輕易的被通過的話 其實掉到社會上面 這一道防線 尤其掉到這種角色機構 其實 要投注的資源也好 還是說要矯正成功的機率 當然就會降低了 大家就會覺得 那這部分耗費的資源其實就會很大 然後成效可能就會很低 大家就會覺得比較沒有希望 但是所以我才會說 其實家庭 然後學校一直到社會 一層又一層的社會防護網 其實是都蠻重要的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精神衛生法 要修法 我們先把背景說一說好 主要是法官投書 他認為精神衛生法 他違反了這兩公約 現在還尤其是違反了身心障礙者 權力公約 那所以他們主要的 爭點就是在於這種對於強制就醫 強制住院的見解 不一樣 尤其是身心疾病 就是說身心障礙者 如果他是比較嚴重的話 依照精神疾病衛生法 是可以強制住院的 那法官的意思是說 這部分可能有違反 人權公約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一診斷了 然後就覺得說 他就必須要強制住院 而且強制住院就是要一段的時間 這可能會有問題 那在法律上的話 沒有解釋的空間 沒有解釋的空間 那除非他有出現了什麼嚴重的 就說他 除非他有出現了什麼嚴重的傷害行為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你不能夠強制他住院 法官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那就有精神科醫師出來 等回吻嘛 互相等於是說他們在寫了文章翻播 認為說法官 法律不是這樣解釋的 你不能夠無限上綱 那對於這種強制住院 你要去了解 食物上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那尤其是譬如說 現在台灣的社會 對於這種身心障礙者的 身心障礙患者 仍然是污名化 仍然是排斥他們 在社區裡面治療的話 那或許這種強制住院 強制治療 是減緩家人的負擔 以及在現行無可奈何 就是無可奈何 就是沒有辦法社區治療的情況之下 比較好的一種做法 所以他們就有一番論戰 簡單講是這樣 那我覺得 我覺得就 等一下我想要強調一點 法官的意見很容易被馬上理解 對 因為如果你稍稍站在 比如說像政大姚姚哥的立場 是 法官也舉出 王子榮也舉出了這個例子 那麼你就會覺得 他有他不可被侵害的人權 但是精神科醫師的文章裡面 也提到了 比如說強制住院的內容 是 並不理解 一聽到強制住院 那就把他關起來 就把人關起來 對 是不是 那實證的認知 好像並不是太普遍對不對 對 所以 那個精神科醫師投書的意思就是說 法官你要去瞭解 我們第一線工作者 到底是怎麼去做這種 所謂的強制住院 強制治療的這種做法 可能不是像你想像中那樣子 我們只是把人關起來 丟在那邊都不管 那 反而是 尤其是他在這個急症發作的時候 他需要這樣暫時的隔離 對他是好的 包括重度憂鬱 可能會有自殘或自殺的傾向 自傷或傷人的情況之下 可能 或者是思覺失調 有幻覺 對 可能 可能會隨時覺得 有人對他要 對 對 這也可能會傷人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那個機制的設計 因為能夠做出這種 強制住院的判斷 可能是醫師 可能一個專門的委員會 那醫生做出這樣的判斷的時候 法官就覺得會有點很難推翻 而且醫師會不會有這種 呃 不適合 不適合做這種判斷 但是他就專業來講 他是最合適的 那就這種我們講這種厲害衝突 身份上他是 他是合適的 因為他有專業 在素養上他不見得合得 不是素養 而是說在這個 體機制的設計上 就是說如果跟你有厲害衝突關係 來 那有厲害衝突關係的人 就不適合做判斷 嗯 我說厲害衝突關係 包括不是說那種真的厲害衝突 而是說 我是你的醫生嗎 那我診斷你 呃 你應該要強制 你應該 我認為你應該要被 強制住院治療 那 我如果診斷你 那我又做這個決定 而不是有一個中立 客觀的第三人 來做這個決定的話 可能是比較不好 主治的大夫就 對 比較容易 他會變成一個 絕對的關係 今天只要 我們常看一些電影 有比較誇張的情節嘛 就 醫生覺得你有問題 就把你關起來 而且 有一點接近我們法律講的不定期刑 那是有點可怕的 等於是說 醫生說的就算數 所以我覺得 站在法官的立場是說 那個機制要怎麼來設計 會比較合理 譬如說一個 比較獨立的委員會 而不是由你的醫師 來做判斷 不是自己的醫師 也就是實際病患的醫師 更瞭解他的情侶 對啊 所以我說就專業上 他是合適的嘛 但是就機制上 他是不好的嘛 就機制上 但是目前的話其實是 目前的機制 他是透過一個委員會 我覺得是還好 那我覺得 這個我很難說 這兩 就是說 法官跟精神科醫師的論斷 一定是誰對誰錯 我覺得各有幾分的道理 那我是覺得這個議題 被提出來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為早期的話 如果回想一下早期的話 我們都有這種 這種 需要強制住院的議題 基本上不會有人覺得 這是一個人權議題 也不會有人覺得說 這個人的身心 人身自由 那麼這麼一來一往 兩篇文章的確看起來 各是各的菩薩 各有各的道理 那可是有更多的 更進一步的交流空間 或者是交集嗎 我覺得事實上是需要的 那衛福部應該也有想盡辦法 尤其在這個身心障礙者 權力公約 施行法通過之後 內國法化之後 其實這兩篇文章 同時他們互相 有一點體諒 互相有點指責 但是他們都共同指責衛福部 這個修法 或者是說改變的步伐 有點太慢 或者是太小 因為這確實是一個 蠻急迫的問題 因為遇到的就是遇到的 他可能後續會有 造成很大的傷害也不一定 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我們看到很多 社會重大案件 通常都是一些身心障礙 沒有控制好 然後後續才發生的一些 重大的一些案子 所以他們共同指責衛福部 應該我覺得 沒有原先的法條 看起來就在身心障礙者 權力公約的 裡面的第25條 跟第25條 就是很有限的一些條文 其實它是一個很肛領性的規定 而且在這兩個條文裡面 大概主要是強調 要盡早盡快 什麼送醫 強制送醫 是這一個 強制治療 好像看起來 變成一個唯一的方式 對 它是條文的問題 是吧 可是這個對精神病患 是否就醫 如何就醫 怎麼樣去審查 這看起來也 你即使修了這兩個條 把它修的軟一點 也不見得會比較 我覺得是過於不急 倒不是說完全是法律的問題 因為法律一定要保留 一定的一些彈性去使用 而是說 就像這篇文章裡面 那個醫生講的一樣 強制住療 住院 它的處於方式是很多種 那你只是不了解而已 並沒有你想像當中的 那麼的可怕 你剛才講的強制住院 住院 住院 台北FM98.1 就是9898新聞台 今天給個說法單元 高榮志律師 我們要探討的下一個題目 檢討司改國事會議 藍綠炒起來 嗯 那什麼事情不炒 你的意思是什麼 藍綠什麼事情不炒 他這個這個議題比較 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這發生在10月2號 立法院開議的時候 司法法治委員會 他邀請了司法院的秘書長 秘書長 本來就會被詢 那法務部長本來就要接受質詢 還有他邀請了總統府的秘書長 要一起被詢 那本來是要討論 司法改革國事會議的決議 執行其成 這些是好的啦 因為我們本來就希望 立法院可以繼續的監督 然後讓這些司法改革議題 能夠具體的落實 他監督司法院 司法行政 監督法務部 本來就是他的職權 那真的問題是在於說 他要叫總統府的秘書長來報告 那這個就有趣了 因為總統府的 基本上他是不太 這跟我們國家體制 其實比較有一點關係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國家的體制的話 總統 基本上總統府是一個憲政機關 他是沒有到立法院去接受質詢的 那如果就憲法的 我們的憲法的本文來講的話 我們的總統應該是一個虛偽嚴守 所以基本上他不管 有點像女皇這樣 所以女皇不會去上下醫院去接受質詢 你會覺得怪 但是問題是現在台灣的憲政體制 其實總統應該是一個施權總統 好那你就兩條路可以走 一種就是比較像內閣這樣 你就是到立法院裡面去接受 行政接受立法院的質詢 所以行政立法互相監督的一個方式 要嘛就是像內閣制這樣 那要嘛就是像總統制 總統制基本上總統也不甩立法權 立法權也不甩總統 他們彼此是相互獨立 而且分立制衡 分立制衡 所以頂多頂多就像是 譬如說以美國為例 就是總統到國會去做諮詢 而知情報告 就是這樣 好所以衍生的這個問題就是 以這個概念來講的話 總統府的秘書長 到底要不要到立法院去接受備詢 那以前的慣例是說 如果跟預算有關的話 你就應該來接受立法院的備詢 以前總統府秘書長到立法院備詢過嗎 好像有 好像有 他們有舉例子 之前是誰啊 是陳哲呢還是誰 好像有 就是說 確實有到立法院去備詢 但是都是為了預算的問題 為了預算的問題 因為立法院要審查預算嘛 這是那個國會議員的審查權嘛 所以好像是有為了預算然後去審查 這個跟那個檢察總長非常像 檢察總長原則上也不到立法院備詢 因為他是一個 算是一個獨立機關嘛 那檢討施改國是會議呢 檢討施改國我覺得 本來就是理所當然啦 本來就是應該的啊 那現在問題是說 他這個就是總統府秘書長 適不適合到立法院去 這個就有點見仁見智啦 那所以呢 為什麼說國民黨跟民進黨的立委 相持不下呢 民進黨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監督這個司法改革國事會議 非常正當嘛 但是你就是要監督執行單位嘛 立法院跟司法院嘛 那法部長來了啊 我講錯了 監督法部跟司法院 那法部長來了啊 所以你就是質詢他嘛 天經地義 那司法院秘書長也來了啊 你質詢他司法政策的問題 司法行政問題也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就覺得說不行啊 你這個國事會議是搬在總統府啊 所以總統府秘書長也要來 那民進黨的立委意思就是說 為了預算案來 備詢是沒有問題 但是為了這個議題來備詢 沒有這個憲政官 沒有這個潛力啊 所以因為這樣就相持不下 這你今天有沒有看法跟意見 我的看法是 其實跟我們憲政體制有關 那要求好好正本清源 把這個憲政體制 你要內閣制就純粹一點 內閣制 你就要呼應蔡英文 這個早就是了 早就是這樣子了 早我們在2014年2015年的時候修憲 其實民間對於修憲 憲法的這個體制的改變 其實早就一直在呼籲了 沒有你從一個角度來看 一個政府要貫徹一項 一個政策 他說我們來投票決定 投票結果 沒通過 那我們就再投一次 就再投一次 投個四五次七八次 通過了 以這樣賴皮的方式來執政 照你剛剛那樣講 怎麼監督也沒用 你講的是哪一件事情 都多了 多了 文言文八號文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好 中午都不聽我們節目 每天中午要聽聽看小董怎麼講 來我們來看看 避免混淆各地檢署明年要換招牌 對 這個也講好久了 就是說 就把法院去掉 對尤其是 尤其是 這個為什麼那麼難 地檢署跟法院 在同一棟建築物裡面 這個由來已久 而且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所以常常 以前我的當事人進去法院的時候 他常常要向左轉還是向右轉 不知道 所以進去的時候 那個志工常常跟他講 你要去法院就向右轉 你要去地檢署就向左轉 所以你走進去的時候 尤其譬如說 尤其是大台北地區的朋友 因為新北也是這樣 台北更是這樣 台北的門更多 那你從那個門進去 你真的聽眾有興趣 你仔細去看招牌 他一邊寫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一邊寫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所以到底是 地方法院還是檢察署 那為什麼那麼難 就牽涉到法官跟檢察官 這個定位的問題 定性的問題 難分難捨 那他們在就是說 講白話 講官不太願意被法官踢開 然後所以一直要綁在一起 所以對於改名字這件事情 其實就有一點異心阑山 簡單講是這樣 那為什麼明年可以換招牌 因為在國事會議的時候 其實裡面討論了不少 講官的這個身份跟定位的問題 那其實不少講官也有這樣的想法 他認為說 雖然要保持 假官的這個司法官屬性 或者是保持假官的這個獨立性 但是名稱你不一定要 一定要跟法院掛在一起 這可以是兩件事情 所以這樣的假官越來越多了 而且他們 假官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榮譽感 為什麼一定要掛一個法院 好像是法院裡面下下的一個檢察署 他們覺得這個沒有必要 所以做這樣的想法的假官越來越多了 這也是司改決議的 其中 對 既然 我們講 民間 應該說司改國事會議 算是落幕了嗎 對 那麼到底如何落實 好像民間也有一個聲音要 共組監督聯盟 民間 應該這樣說官方的司改國事會議 在八月多的時候高一個段落 但是你如果問我的話 我如果來打個分數 我覺得他的完成大概只有30% 所以你要我打分數 我覺得我大概只給30分 因為談了很多 那重點是之後怎麼落實 那其實在1999年的時候也開了一個司法改革的全國會議 那也談了很多 那重點是之後你怎麼落實 那之後 1999到今年 到底改了多少 199978年 大的大的有改了一些 譬如說比較沒有 比較有共識的 比較有共識的 確實有推動 譬如說刑事訴訟法的修正 我們採了這種醫美法的這種證據能力 證據資格的這種 就是說違法的證據要排除掉這個想法 還有所謂的交互結問 或者是說對職 在開庭的時候對職 傳證人來當庭交互結問的這個做法 這個其實確實有些很大的改變 那譬如說法律輔助法的通過 這個都是共識比較高的 那你還有40秒鐘的時間告訴我 從這一次 又有哪一些 30%是你覺得完成 30%是會議開完了 所以你議題清單 已經都弄好了 那剩下70%是你要怎麼開始做 像譬如說昨天司法院跟法國部 做了一些決議 決定要做譬如說訪討措施 那我就覺得這個還蠻好的 還是說積壓中這個月券 如果你沒有律師的話 那當事人可能被告也可以自己去 某種程度的自己的筆錄 我覺得這些都是蠻好的 蠻好的改變 那民間成立這個監督的聯盟 要來監督就是 接下來法務部司法院 甚至於跨院 跨到考試院或監察院 應該怎麼樣耗耐落實這些決議 這個才是後續的重點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